你就说我不要 我不要跟你一起做节目 这样子我还要 我们平常工作累的伴死 还要帮你做节目 这话我怎么会这样 对怎么会这样 欢迎收听 福气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五 不是不是 每个星期挑三天 晚上九点半 我们福气纯时陪你 纯聊天 开始不负责任起来了 对 人生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真的 不要太勉强 对 我觉得做节目 就一直要秉持的初心 就是保持身心的健康 才可以做好节目 没错 如果为了要就是 在那个时间做那个事情的话 万一真的身体不舒服怎么办 停播吧 暂时的啦 对 今天我们的主题 非常的让我兴奋 因为就是我们要来聊一聊 这一年来 我们这个节目满周年 这一年来的这个心路历程 嗯 对 我们在上节目前 你就有跟我大概回顾一下 对 我真的很多都忘记了 真的 真的是如那个 你的前辈所说的 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 对啊 真的 我们的脑容量 真的很有限 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说 这个节目 这样录到现在啊 很多事情 就这样被记录了下来 而且我可以大致上 就看那个标题 就可以知道说 啊那个时候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我们才会录这一集 什么什么的这样 就是我们这一年来的 写日记的方式 对 就是用声音来记录 对 你会不要来讲一下 那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录那个 第000集的 呃 诶 是我们在之前 我们在录这一集之前 多久以前 我们就曾经有聊过说 诶我们来 干脆我们来玩 好 你是不是忘记了 对 忘记 来你帮我们考古一下 好 是这样子的 就是其实呢 是你的一个前同事啊 他邀请我做一个日文的节目 然后我就想说 我哪可以啊 我不行啦 我日文又没很好 我也不会主持啊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找人来帮我 这就是你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跟你讲说 诶我想要做一个日文节目 你可以帮我弄这样 对 然后我也都没弄 因为觉得压力很大 对 我想说怎么可以 就是随便做教学的节目 因为就是我看过很多 我的同业啊 嗯 常常会骂一些 已经在线上教学的人 这样子的程度 也敢出来教 骗钱大师什么的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很紧张 我想说他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随便就是乱做这种教学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不踏出来 你就永远不可能觉得自己准备好 对 对 我就在想说 到底什么叫做准备好 嗯 我觉得没有一刻是真正准备好的 只有你踏出去 才叫做真的开始嘛 对 我听说一句话就是 你不需要变得很厉害才可以开始 你要开始才可以变得很厉害 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 你还对Podcast很吃之以鼻耶 因为你会觉得 谁会用听的来学 这样子 但是其实 我真的觉得 语言啊还有音乐都是听觉的艺术嘛 对对对 其实听来学 其实是一个很原始的状态 对 其实因为你一直听一直听 你就会很自然的融入 在那个情境中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太依赖视觉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听觉的话 你就要发挥听觉的优势 对对对 能够做到的事情嘛 因为我那时候对于学日文 就是还有一个非常 就是硬的刻板印象就是 哦那一定是要有一个画面 然后才能够教你怎么样做 就是比方说动词的变化啦 也没有就是画面呈现 你怎么让这个学习者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呢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有很多种怀疑 就是你那个朋友 说的是真的吗 他就说现在Podcast 当时是去年咯 应该是2020年之前了 就是在那个过年之前 应该是2019年的年底 嗯 他就约我吃饭 然后我还就是免费吃了他一顿饭 我真的觉得对他非常非常的抱歉 嗯 那时候啊 他就说你可以做 然后过完年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录音了 那时候他的做法 他的建议的做法是说 嗯 我做好了那个计划 然后我到台北去 他的录音室录这样 他可以帮我录 帮我制作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蛤那我绝对不能够 就是种准备的不够充分啊 嗯 一定要就是完全准备才可以去这样子 就这样子一直都没有做 嗯 然后直到呢 就是在 哦已经拖到八月了哦 2020年的八月 对 我就在想说 诶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一直拖欠着 诶还是我们一起来录一集这样子 嗯 然后你就跟我说什么 嗯 我忘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说 我不要 我不要跟你一起做节目 这样子我还要 我们平常工作累的伴死 还要帮你做节目 哈哈哈哈 这话我怎么这样子 对你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 你就试试看嘛 我就开笔电 因为我的笔电有那一件一个录音软体 就开始录了 嗯 那一句话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嗨大家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很像是就是 本来是有一个爸爸对小孩说 哎我不要教你啊 我已经以前好不容易 终于可以从大学毕业 我根本不想再碰课业 对 结果一看了数学课本就开始 诶这一题要怎么解啊 对没错 然后就开始这个掉进去 你真的 然后原本我真的是打算是 很轻松的做 就是 都不要有什么剪辑 对 结果你后来变成什么样子 对 我就说诶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刀不剪呢 然后就开始 为什么这里不加个音效呢 对 对啊就开始越做越 然后我也开始变得很认真 就是啊我讲错话 我要再讲一次 然后就开始骂我 你干嘛要一直重讲 对啊 开始有那个偶包了 对 可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用这么玩乐的一个心情 就是诶我们来录吧 诶好好玩哦 然后我就说诶好好玩好好笑这样子 你就跟我讲说 做成节目 哦就是原本真的是 我就去注册 我就在那天晚上就注册 注册了然后就把它放在那个平台上面 然后就分享给我们的脸书朋友嘛 嗯 大家好评不断 诶可是我跟你们讲 那一集真的是完全没有剪 对 就是零零零级 对 所以你可以听到我们最真诚最原始的状态 对 口条真的不是很好 烂闭 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很怀念那个很真诚的感觉 就是你问我什么问题 我们都没有ray过嘛 对 你就是问我什么 然后我就用很最真实的反应 你很直觉的讲你的答案 当然我现在也很真实 可是我们都会经过一些后置 譬如说真的讲错了我们就会整段剪掉 对对对 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前前几不知道几集 我都真的都没有剪 就是没有什么剪 对啊 然后就是而且当时还想说 那我们就每一集大概就十五分钟就好 一开始还说六分钟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 诶如果是语言学习的话 可能一天就是六分钟 这样子就是短小精炼的还不错 配护医生六分钟 对类似 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 就没想到就是越讲越多越聊越长 我真的觉得Podcast就是会这样子 因为就没有 没有制作人会跟我们话圈圈 对 而且不会有什么 现在就是二十五分钟准备要 要进广告 对 这样的一个限制嘛 对 所以真的是爱讲多久就讲多久 这样 我觉得 我就好像找到了一个 非常自在的树洞 对 然后像 就是 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是 家庭主妇 对 然后最近我们有一个听众啊 他就说他不是每集都听 但是他也偶尔会听一下 然后觉得很开心 然后他就说 我也是一个苦闷的家庭主妇 对 我就说 其实我们的节目就真的是很适合 是一边做家事一边听 是 真的 所以就是很轻松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早期就是在 做完节目之后 因为就是你做节目嘛 然后我写文案 然后把它上传啊 我那时候真的是 迷我们自己的节目 迷到就是 我自己会听个两三次 后来真的是没时间了 就是你就是寄来了嘛 然后我就把它上传 就掰了 这样子 我就去听别人的节目这样 可是我很 很享受那一段时间 就是 哇 那个时候我们聊了好多事情哦 我们真的有 因此有了很深度的沟通 对啊 欸我说我们有一个平行时空 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是我们没有开启 做节目的 我们两个 你觉得他们现在 在那个时空会怎么样 会不会已经平临离婚 有这么严重吗 我觉得应该就是只是 貌合生理 就是 对啊 就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 其实我们本来就很喜欢聊天 可是我觉得 做成节目之后 因为会有听众意识嘛 就是哎 搞不好有人在听 这样子 搞不好有人就是 因为我们就想要结婚 或是不想结婚 嗯 对或者是 真的是因为 我们在聊小孩的事情的时候 也真的深有所感 然后我觉得 这是一个 自己以为的社会责任 然后我就觉得说 结婚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讲一讲这样子 对 真的 那到底 我们推荐听众朋友结婚吗 我觉得 你可以不要结婚 可是如果你结了婚的话 你要好好的经营婚姻 千万不要觉得 结了婚之后 就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不是这样的 对 而且要 勇余的去沟通 你认为有问题的部分 对 千万不要想说 反正 他没救了 我不要跟他讲了 嗯 然后 那就真的是没救了哟 对 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节目啊 真正的受惠者 是我们两个 是 真的 完全的 对 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 对 对